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辣玉笋被微辣红油包覆着,比市售罐头还好吃,而且没有添加物吃得才安心 不管是配饭拌面都超搭,可以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现在我们来准备香辣玉笋的材料 今天我选用的是麻竹笋去壳后600克 将麻竹笋切成三大段,然后顺纹切成片状 顺纹切玉笋,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然后把片状对半切,一样要顺纹切 准备一锅水,冷水下锅煮切好的麻竹笋 将竹笋平铺,让水都能淹没过竹笋,然后开火加热 盖上锅盖先大火煮滚再转小火 小火煮20分钟 20分钟到了,就可以熄火,然后打开锅盖 用沥网将竹笋捞起来,沥干水分 稍微轻轻拨动散热放凉 让竹笋放凉 让竹笋静放凉 现在我们来准备香辣玉笋的酱料 芝麻油40克倒入碗中 辣椒油50克 加入蔬菜油50克 用汤匙稍微将油料拌均匀 加入盐8克,加入糖50克 加入糖50克,加入味淋25克 加入味淋25克,加入酱油30克 加入白醋25克,加入白醋25克 将所有酱料搅拌均匀 竹笋已经放凉沥干了 再次将酱料搅拌均匀 然后将放凉的竹笋倒入调好的酱料中 用汤匙将所有材料翻拌均匀 一直搅拌到酱料完全吃进竹笋里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装入消毒好的玻璃罐中 市面上卖的玉璃罐头很贵 而且又有很多添加物 自己做很简单又很好吃 现在是竹笋的产季 赶快去买来做吧 我喜欢虾辣玉璃 简单搭配白饭一起吃 吃起来有带点酸 但又不会太重 辣度也不会过辣 拌着饭吃我觉得刚刚好 酸酸辣辣很开胃 不想煮饭的时候就能快速解决一餐 真的是非常方便又好吃的开胃小菜 倒入剩下的油酱汁 将竹笋由封 将瓶口擦拭干净 盖上瓶盖 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盐子八个小时就非常入味好吃了 自制香来玉璇 不含防腐剂 最好一星期内使用完毕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董ヾ 盒 Elo 一